這是我們要完成的包裝 我們會有兩個頻段 就是91800 一個是1900 850 這個東西這個部分呢 像我們這個91800大部分都是亞洲地區 比較多 那850,900的就是美國地區會比較好 然後包裝一打開會附一隻手機 那這隻手機就會這個電池 然後呢你看我會非常簡單 就是這個是iPhone的那個回聞針 然後一個Micro SIM卡的那個Adapter 再加上一個SIM卡的插槽 那我這個SIM卡插槽我現在已經把它插上去了 我們包裝是不附的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SIM卡 對 然後放一個三號電池 任何的三號電池都可以 那為什麼我們要附這個三號電池 原因是因為它這個是盡量新的電池 那這個新的電池呢 它可以15年都有電 可以放15年都有電 這是新的 它是一次性電池 它是不能回充再利用 那它的待機時間呢 就像現在我開機 它可以放兩個月 那它可以連續通話10個小時 嗯 OK 然後我現在是開機狀態 我從關機狀態開始介紹 對 好 好這就是關機的聲音 嗯 OK 那關機的聲音 我們一般打開 把SIM卡插進去 然後再開機 一樣 嗯 它的使用跟一般的那個 都一樣 嗯 OK OK 你會看到兩個燈號 第一個燈號這個是 訊號 嗯 訊號的話 紫色的話 就是訊號不OK 嗯 然後呢 藍色就是訊號 已經搜尋到訊號 那這個電池是 嗯 電池的部分 就是綠色的它是電池是 飽滿的 嗯 那28以下它會變成 紅色的電池 OK 對 紅色的那個燈號 不好意思 然後撥號其實跟我們家裡 跟我們一般的Cell phone一樣 比如說我現在打 我自己的手機號碼好了 嗯 只是差別它沒有 螢幕 OK 你按 嗯 你要確認就是一樣 就是掛 就是接聽鍵 嗯 就是開關機械跟掛 掛掉鍵 嗯 好 噢想了 對 OK 噢想了就一樣 我通完電話 那你在通話中 聲音會有呼大呼響 然後這邊 有一個按 嗯 你可以 它有三段式 OK OK 循環的嘛 對 再來就是 手電功能 它一旦按超過大概三秒鐘 它就固定住 那如果平常 你當了那個閃燈 就是一直啊 這樣閃就閃 對 那有一個功能就是說 如果說像這個沒有螢幕 我可能要記錄一些 家裡的電話 或是自己的父母親 母親 我有記憶的功能 記憶功能就是 我撥我的號碼 嗯 好 1到9都可以設定 譬如說我剩下第九號好了 暗的不要放 好 等等等等之後呢 它就OK了 那如果說我要播 就是按 也是長按 也是長按嘛 長按就好 長按大概兩秒鐘 它就直播出去了 那 我們 你當然可以把記憶體洗掉 就是 緊1234 它就取消掉了 那還有一個鎖鍵盤的功能 鎖鍵盤功能 我現在 對 對 我按兩秒 好 太吵 它有一個聲音 太吵 就沒有聲音了 對 它有一個聲音 對 然後取消也是一樣 嗯 好按 OK 好 這樣就OK了 它又有聲音了 對 那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定位在緊急用的行動電話 所以它跟一般行動電話 智能手機當然是不能比較 對 那 中間這個鈕 這個鈕 是 112 譬如說 我們台灣的就是112 然後 國外就是那1-1 其他國家的是999 這個部分呢 就是你沒有SIMPAR的時候 對 對 大概它的功能就是這樣子 嗯 那它 怎麼充電呢 它不需要充電 不需要充電 那你說這個不是可以用15年嗎 它是一次性電池 噢一次性電池 你家裡任何的乾電池 3號乾電池都可以用 噢 711買的乾電池都可以用 對 所以沒電就是換一個乾電池這些 對 沒電就換一個 只是我們這顆電池是新的 嗯 盡量他們新的電池 那它目前 在美國才開始銷售了 對 那我們本身跟盡量就是有 移動電源的合作的關係 對 所以我們出廠的時候 就會附這樣一個 嗯 OK 對 然後我們就附這樣一個電池 嗯 那我們的 我們的 呃 東西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使用說明書在這邊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一般電池存放的時間大概 就是我們家裡一般那種乾電池 噢 或者是碱性或碳性的 它最多就是兩到五年就沒電了 它自放電很高 嗯 那我們自放電可以維持15年以後都還有70% 嗯 OK 那從連續通話是10個小時 嗯 對 再來就是 呃 待機就是我開的我不關機 嗯 我就是永遠都在開機 兩個月的使用時間 嗯 所以說它這比較像是 救急用的設定嗎 對 或者是你可以定位證說給小孩子 嗯 因為小孩子他可能不需要螢幕 對 他可能知道爸爸媽媽找得到他 嗯 加上現在很多行動電話都有APP 嗯 他可能下載或幹嘛的 會造成火星很多的 嗯 也知道一些花費這樣子 對 對 所以我們會有不同的設計 對 對 只會一看 好 非常 但是 看了 沒錯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